看到不一样,才能做的不一样 面对关系难题,你需要多一双眼睛 大家好,我是李生卫 我是翠翠 我们这周的主题词是控制,请听案例 每次冷战都是我先低头 后台有一位女生朋友问 我跟老公吵架的方式就是冷战 气急了就跑去朋友家住 以前我们还没结婚的时候 最多两天她就会打电话来找我 道歉,求我回家 现在我们结婚了,她对我越来越没有耐心 冷战的时候我不想理她,她也不理我 结果每次都是我先低头和好 前几天我们大吵一架,她还砸了东西 我出去住了好几天,她完全不理我 直到我受不了了又回家了 问她为什么不找我,她说 不能惯着你这个毛病 下次你知道我不会找你,你就不会往外跑了 我听到这个话之后肚子都气炸了 我们两个都是脾气很大很要强的人 在一起过日子也不容易 我是想既然结婚了就好好相处 调整心态去适应她的个性 但不能总是我一个人让步啊 请问李老师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我认为每个人在结婚之前呢 最好都好好地做一个心理准备 做好这个准备呢 就会对维持这段关系的稳定 是至关重要的 这个准备就是我有可能会离婚 离了怎么办 我可不可以一个人生活下去 在亲密关系里呢 这其实是一个终极问题 就是我能不能离开这个人 所有的控制和被控制呢 其实都离不开这个问题 谁要是更害怕失去这段关系 谁往往就会被控制的更厉害一点 那显然呢 这个丈夫她好像是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就你走就走 反正我也不怕 好像就是觉得 她更可以去失去这段关系一点 但是妻子呢 没有做好准备 她要是走了 丈夫没有追上来 她会很慌的 也不能说是 她要比丈夫更舍得豁出去啊 你不怕离婚 我也不怕离婚 你永远不来找 我也永远不回去 那这段关系就真的慌了 我的意思是 做好准备 不去害怕那个最坏的可能 但也不是说 我们就要去制造 那个最坏的可能 我们做这些准备的目的呢 是为了不要受制于人 这其实是关系的一个大前提 我觉得呢 一方完全控制另一方这个状态 其实是没法经营好一段关系的 所以这个朋友讲说 他以前会离家出走 丈夫就会追出来道歉 这就是他的一个杀手锏 然后他好像用了这一招 丈夫就认输 那丈夫其实是不舒服的 因为这是他控制丈夫的手段 是不利于一段关系的 那现在是反过来 丈夫有了杀手锏 说我就是不追你 反正你迟早会回来 同样的 这种方式也是对关系没有好处的 只有在两个人充分自由 平等 可以相互对话的情况下 我相信这个关系 他才可以比较健康的去发展 这样说我想起来不少情侣吵架的时候就会这样说 一个人说 你再这样我们就算了 另一个人说 算了就算了 对 算了就算了 其实他们不是在交流感受 就是论事 他们是在争夺权力 一个说的是 我要拿分手威胁你 是的 另一个的意思就是 我才不怕被你威胁 没错 那你看这两个人 其实就把他们的精力放在 谁有控制谁的权力上了 那他们真正投入在感情当中 投入在对方的时间和精力就相对减少了 所以一段好的关系呢 就是谁也不去控制谁 双方其实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一个安全感 接受说 就算没有这个人 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活得很好 有的时候我们对那个安全感的概念 好像是说 对方一定不会离开我 我才会有安全感 其实那个安全感是很不安全的 所以真正的安全是说 我愿意跟他在一起 但是如果意外发生了 我好像也可以接受 同时也意识到说 其实对方也没有那么非我不可 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在一起才是真的在一起 他就可以比较放松的平等的去 追求两个人的关系 那这样的话才是更健康的一种关系 那会不会也有一个困惑是说 当你说看清楚说 离开这个人我也可以过得很好 对方也没那么非我不可 同时产生的其实是一种对关系的放弃 因为毕竟以前的想法是说 如果没了这个人 生活就会空白很多 那我现在要好好珍惜 现在也许就是不害怕分开 那就无所谓了 不在乎了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只要不是非女不可的话 是不是我们就跳到了 必须放弃的另外一个极端上呢 当然不是了 这个问题我们以后会讨论到的 嗯 我想起以前MAMSELF公号上 做的一个问答 当时刚好是林丹在妻子运气出轨 最后妻子选择了原谅 当时我记得我们的观点就是说 如果你原谅他 最好是因为你真的愿意 跟他一起过下去 而不是因为你害怕离婚 害怕一个人带孩子 才不得不忍气吞声 那样的话就太可怜了 因为你不敢离婚 另一半永远可以为所欲为 所以不害怕离开对方的关系 才是好的关系 可能对女人对男人都一样吧 是的 心理学里边呢 有一个说法叫做黑色的想象 它是说我们有的时候 要在头脑当中去想象一些 最坏的结果 如果最坏的结果发生 你要怎么去应对 但不是说这个结果 就真的一定会发生 仅仅是说 我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这个准备其实是有好处的 它可以让一个人变得更放松一些 也可以让一段关系呢 变得更平等 更减少那个受制于人的局限性 我建议这个朋友呢 做一点黑色想象的练习 就是去设想一下 如果真的离婚了 要怎么办 要怎么样一个人继续生活下去 甚至他可以跟丈夫一起想 当然不要在吵架的时候 因为那样的话就好像是在威胁 这个想象不是为了威胁 它是很平静的 很温和的 是为了确认说 我们双方都是独立自由的人 谁也不是谁的奴隶 或者敌人一等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双方缔结的关系 我们的相互的这种理解和照顾 它才是更有意义的一种关系 当我意识到 对方并不是 不能失去这段关系 那么我就会想 他现在做的这一切 也许都是出于爱 反而会让我更珍惜 他为我们做的一切 会去感恩 而不是去考虑说 我怎么样才能让他受制于我 让我为所欲为 是的 所以这么看来 对离开这件事情 做充分的想象 做足够的心理准备 不会真的导致离开 反而会让这段关系 更稳定和健康 关系洞察 有一些情况下 我们的关系 是去靠恐惧感来维持的 比如说 我想让你听话 我就威胁你说 我要离开你 或者反过来 因为我很害怕 离开他 所以我就必须听他的话 像这样的关系 我觉得在政治上 在商业上 可能是很有用的 但是在亲密关系上 他可能是会带来伤害的 因为这样的话 双方是在打架 是在抢夺控制权 到底是你听我的 还是我听你的 其实不管谁赢谁输 这段关系都会受损害 毕竟亲密关系 是需要两个人 共同经营 相互欣赏的 你就算是把对方打服了 又怎么样呢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 这个技术叫黑色想象 我们在本能上呢 其实都不太喜欢 想这些事情 因为感觉就很不吉利 就你好好的 你干嘛去想 那个最坏的结果呢 可是两要苦口 它其实对我们 是有一些好处的 那我们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呢 有几个要点 要特别注意 第一 想象的目的 不是为了威胁对方 而是为了让两个人 在关系当中呢 都有一个起码的安全感 所以它是一个合作的过程 不要在你们吵架的时候 或者是在你们关系 处在一个冰点的时候 你们去讨论这些 而是在一个双方都有意愿 把这个关系 更好地维持下去的时候 把它作为一个 共同的议题来讨论 第二 如果你想象以后 你觉得不行 我太依赖对方了 我太害怕了 我没办法离开他 那要把它作为一个问题 拿出来 也许可以跟对方一起讨论 说 为什么我那么的恐惧 这段关系 我是在经济上 还是在什么地方依赖你呢 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那我们可以用 什么样的一些方式 去解决它呢 你可能觉得有点奇怪吧 就说 我跟另外一半讨论 我想成为一个 就算离开你 也可以独立的人 希望你支持我 对方真的会支持我吗 但 我相信 如果他真的 对这段关系很认真 他希望这是一段平等的健康发展的关系 而不只是想控制你的话 那他会懂 你这么做 是为了让大家更好 第三呢 就是我们还会有一个担心 刚刚翠翠也提到了 有人会觉得说 如果我都不依赖对方了 那我干嘛还要这段关系呢 我会不会就直接选择放弃了呢 这个担心背后啊 暴露的是我们的一个假设 那就是说 好像只有我在 跟他绑在一起的时候 被那个恐惧所控制的时候 我才需要这段关系 这个假设本身就说明了 关系里的一些问题 那我觉得 正好趁着这个时候 来解决这些问题 希望通过这样的想象练习 我们都可以在亲密关系里 告诉自己的另一半 亲爱的 我之所以对你好呢 不是因为我有多怕你离开 而是因为我真的爱你 谢谢大家 如果今天的观点 对你有启发的话 请分享给你爱的人 再见